哈喽大家好,我是陶铁 开水锅里倒入一碗干面粉 没想到出锅后这么好吃 78岁大爷靠这个手艺 给三个儿子在城里买了三套房 今天陶铁就把这个简单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给铁锅里刷一层食用油 防止煽锅 倒入400毫升的清水烧开 水开后加入两勺白砂糖 更容易上色 取200克家里常用的普通面粉 倒进锅里 这个时候咱们要把火关掉 用擀面杖好好地搅一搅 将面粉给搅均匀了 因为这样的烫面比较吸水 所以咱们的水一定要多一点 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倒在案板上稍微放凉到不烫熟 用刮板切成小块容易放凉 烘碗里取三勺红糖 咱们来调个馅料 一勺熟芝麻 一勺干面粉 用勺的搅拌均匀 咱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放凉后倒入30克干面粉 倒入食用油 搅拌搅拌 咱们来调个油酥 这样炸出来后更加的酥脆好吃 下手机面团好好地揉一揉 把油酥给揉均匀了 刚开始揉的时候有点粘手 一直揉到面团细腻光滑的时候就不会粘手了 这个时候咱们的面团也揉好了 再搓成搓续均的长面条 像这样搓长搓细就可以了 用刮板分成几个大小区的面剂子 取个面剂子团光滑后 用大拇指按压出一个窝窝来 咬一勺馅料放在窝窝的中间 用虎口将口封住 防止炸的过程当中馅料露出来 团成光滑的面团后压扁 咱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起锅烧油放入筷子冒出密集的小气泡石 放入做好的生坯炸熟 生坯刚放进去的时候 咱们先不要着急翻动 等生坯放进后定定型 用筷子翻动让其瘦肉更均匀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了 要开中小火慢慢地炸 等炸的油糕鼓起来上色后 咱们开最大的火再炸个一分钟 炸的油糕表面金红酥脆的时候 就可以控油烙出了 这样炸出来油糕各个空心 咬一口外皮金红酥脆 那里柔软甜香非常好吃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射吧 好听每天都会带大家分享 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朋友点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